哈 哈哈 大家好我是小默今天是我在生山小溪啊 养鱼的第五天了 前几天我们往小溪里面 放了一条大草鱼进去啊 观察了几天啊 发现这个大草鱼啊活得很好 也没有长水梅病 所以我们又买了一批金贝里回来 夹大这个头鹿 我有很大的信心感觉这次生山小溪养殖 要成功了 各位大哥早上好 又是长天的一天啊 我们早上去山里面啊 因为下雨了 这个蘑菇啊 叫乌仲菌吧都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才一小会啊不到一个小时啊 就收获这么多啊 这个听说用来 把点瘦肉啊或者小母鸡啊 吃起来啊 那个汤啊非常的新美啊 美滋滋准备做饭给我大哥 各位大哥 现在来看一下鱼啊 昨天我们放了 一百尾那个 金贝里放进那个池塘里面了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存活率怎么样 不要像上次的幸存一样 一放进去就挂鼻一大片啊 您到了来看一下 这个鱼活得好好的 都扎堆了 各位大哥 可以看到这个金贝里啊 全部扎堆了 昨天还是零零爽爽的 应该是这个水的温度低啊 他们就抱团取暖啊 目前的话 光潮了下 没有一条是死的 都全部扎过来了 各位大哥 从家里面 拿给这个小鸡料 用来喂一下这个鱼啊 看鱼吃不吃 这个是家里面用来喂 那个小鸭子啊 小鸡的 这种料啊 但是有点硬啊 应该要泡一下 给它撒进去看一下 哇 这个金贝里适应性很强啊 昨天才放的 今天就开口抢食了 以前我们羊的实话 那些鱼啊 它死活不吃 这吃稳了 各位大哥 各位大哥 给那个草鱼啊 给您炒进去啊 这种草 他应该爱吃啊 这种草鱼啊 各位大哥 我看了一下这些 杀树底下 不怎么找这些草啊 等 等 等下回去啊 再去 外面的路上 给它割点这个草 给它剁碎 给它丢进去啊 再给它弄小一点啊 哎呀 这刀不立啊 鲜了 各位大哥 回来做饭了 我们都迫不及待了 回到村里面 就想吃这些 山货呀 正宗山货 对 来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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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各位大哥 太吃了 正中的上锅 多加点汤 香 这个汤是真好呀 还有松树的那种伤的味道 还有一个